另外关键就是在美国生活消费者讯息 这2014年全美上网人口累计情突破了1亿3000万人次 尤其是年轻人 这不管是聚餐或是外带都喜欢从手机上头来完成 相较之下 这全美却仍然有8成以上的华人餐馆 对如何经营网络餐厅是一窍不通的 因此全美最大的华人商业信用卡服务商 就特别推出了订餐网站建制服务 要来帮助华人商店一步到位 也方便消费者可以直接用手机来订餐 快速又便利 如何吸引更多客人走进华人餐馆 品尝5000年中华美食 这是全美5万多家中餐馆都想做的事 好消息是现在只要透过订餐网站建制服务 就能让业绩倍增 提供给餐馆一个完整的网站 所有的menu都在上面 而且消费者还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我喜欢吃大辣小辣中辣 或者是我想要再另外加什么样的tubbins 其实都可以让他们去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 所以消费者或者是像餐馆 都可以节省他们在电话上面的时间 全新的网络订餐服务有多强大 业者表示不止数百种菜单 短短三周就能上线 加上消费者从订餐到付款 都在线上一次完成 轻松无负单 老板只要把餐馆的菜单给我们 我们就会去申请网运名称 然后把网站做好 做好之后我们还会到一些宣传网站上面 去帮他去做宣传 然后还会送礼品包 像是名片 让他去宣传他的既有的网站 而且他这个网址是这个餐厅专属所有的 并不是放在别人的网站上面 而对餐馆业者来说 最方便的就是 只要专心烧菜给顾客 其他都不用烦 全美已经有六百多家的客人 那我们收到的回馈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客人觉得说这个网站 第一个帮他们带来的新的客源 然后在刚才讲到的 节省他们在作业上面的时间 所以对餐馆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服务 强调开业超过18年 服务网遍布全美近4万家商店 美新商务欢迎更多华人餐馆 把握即日起到2月28号申请 免设定费与3个月交易费等优惠 让餐馆营运更轻松 东西新闻用至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